桑珠 这上面画的是子晴哥哥吗 不是 他是孝成仁皇后 美丽哥哥 你看 这幅画画得是不是很传神呢 别跟他说话 好 子晴姐姐可真漂亮 庆贵妃真是设想得周到啊 请了乐师来弹琴 能移情养性 让我坐久还不会觉得累 让老祖宗舒服安室 是臣妾分内的责任 岂敢鞠躬啊 老祖宗 您这画像画得可真传神啊 我可不可以也画一幅啊 回哥哥 宫廷画师 只为皇上和后妃作画 你怎么可能 我看到子晴姐姐的画像也在那边啊 美丽 那不是我 那是已故皇后的画像 你少骗我啦 你以为我会信啊 那明明就是你 真的不是我 子晴姐姐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真的不是你啊 嗯 你真是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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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已故的皇后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 哦 天哪 那皇上有没有认错过你啊 空夜 字字句句都要谨言慎行 说话三分 不懂得要问清楚再说 免得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虽然你是无心的 但是也难免得罪人 四处树敌 不会吧 子晴姐姐她不会生我气的 傻丫头 这生气的是静贵妃 静贵妃 她为什么要生气啊 我没说她啊 主子 需不需要奴婢去化解一下 算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免得化蛇添足 是 郁某某 你快告诉我 我到底说错什么了 为什么老祖宗说 应该生气的是静贵妃啊 子晴哥哥长得像已孤的皇后 一点都不错 皇上最疼爱的 也是这位皇后 所以 皇上对子晴哥哥 有份特别的感情 只是 我明白了 只是因为子晴姐姐 跟我承意哥哥有婚约 所以皇上没有办法 娶子晴姐姐为妃 不对啊 那这跟静贵妃有什么关系啊 她不还是贵妃吗 静贵妃娘娘 之所以被皇上选为贵妃 那是皇上 对子晴哥哥的移情作用 她自己非常明白 所以 她心里始终对这事很忌讳 虽然 这是宫里公开的秘密 但没有人敢拿出来讲啊 完了完了 难怪老祖宗说 应该生气的是静贵妃 那我不是又闯祸了 这 这 不知者不罪 格格 你不要太自责了 可是 希望静贵妃也这样想就好了 静娘娘息怒啊 可恶 太可恶了 美丽竟然仗着老祖宗的疼爱 处处在外人面前让我出丑 太可恶了 妹妹 你先别忙着生气 美丽她并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我想她应该是无心之国 你又替她说话 有的时候我真怀疑 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妹妹 我只是不想你们误会美丽罢了 误会 你一次的犯错是误会 多次的挑衅还能是误会吗 是 我现在所有的荣华富贵 都是败你所赐 是让我感激你吗 姐姐 我真的很辛苦你知道吗 我多希望 皇上能用看你的眼神看我一眼 哪怕只有一眼我也心满意足了 就是这样我都判不到 你居然 你居然还纵由美丽挑衅我的痛处 你还说她不可恶 我无心造成你的难过 惊心 你别碰了 你心里只要有美丽就行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最爱的人 都是这样对我 为什么 哥哥这边请 好 图哈夫人 永赫 美丽哥哥 我是来看永赫的 永赫 你怎么样 我来看看你 我没事 你别紧张 永赫 怎么跟哥哥这么说话呢 哥哥不要见怪 永赫没规矩 冒犯您了 没事儿 我跟他一样没规矩的 哥哥来看永赫 实在是太荣幸了 常听永赫提起您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如芙蓉出水一般 难怪老祖宗老实夸您哪 芙蓉 额娘 你别跟哥哥说这些官话 他会很别扭的 对了 你怎么样啊 我的马害你受伤了 你没事吧 没事儿 你看 我还能比划比划呢 你慢一点儿 好疼啊 我不会影响你当职吧 当然不会 我又不是指狐的 再说了 两个市井流氓 就让我当不了职 我怎么保护皇上 你太瞧瞧我了 也对 我都忘了 你是要立志做大英雄的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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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天上掉下的大好机会呀 怎么 朝廷有差派下来了 差不多 前两天咱们还愁没有贵人相助 今天贵人来了 美丽哥哥来看咱们家的永鹤了 看来他们的交情还不浅呢 一个受封格格的公主而已 有什么好高兴的 你呀 不在宫中活动 消息就是不灵通 美丽哥哥是老祖宗面前最疼爱的格格 我不好说的话 他可以帮你美颜 只要美丽哥哥在老祖宗面前替你美颜几句 你还怕没有美差吗 是啊 如果先派我留经当差 我就有机会在私下里活动活动 我所希望的两江总督一职 就有胜算了 我呀早就把办法给你想好了 我从小服侍老祖宗 自然也学会了一朝半世 图哈夫人 你的修剪技术简直是巧夺天工 这树竟然被你弄得这么好看 这个不难 只要细心点就行了 你想学吗 我教你 我不会的 这么复杂我学不会的 不行啊 哥哥 你得好好学 我不在的时候 你就陪老祖宗 把这些花啊草啊照顾好了 让他老人家也高兴啊 你不在 你为什么不在啊 你要去哪里啊 你也知道 我们家永鹤有了差事 可他的阿玛还在今后缺着呢 这万一被派到外地 我就要跟着去 到时候 我们一家就要两地相隔了 那永鹤不就没人照顾了吗 没有亲人在身边 好孤单的 像我之前跟我阿玛分隔两地 就很想他 就是啊 而且以后也不能陪格格 陪老祖宗了 虽然他阿玛很想留在京城 为朝廷效力 可是在朝为官身不由己啊 也不知道被派到什么地方去 这样啊 除非 有人帮他美言几句 让他阿玛留在京城 那就不同了 那简单 我去跟老祖宗说 让吐哈大人留在京城不就行了 真的 谢谢格格 谢谢格格 没事 包在我身上 皇祖母 你看 好 这边的景色 简直是太美了 是的 你看美丽跑得那么急 肯定没穿骑鞋 老祖宗吉祥 皇上吉祥 起来吧 跑这么急什么事啊 我本来有事 先让老祖宗您跟皇上求情的 既然皇上您就在这儿 那我就自己说好了 皇上 屠哈大人留在京城 等待森佩已经好久了 我想求您 帮个忙 让屠哈大人留在京城当官 大胆 祖宗律法 内功不得干政 就算你浑然不知规矩 也该懂得轻重 我 我 为人求官罪无可恕 姑娘你出饭 罚你超经百遍 潜心悔过 啊 老祖宗 我 美丽 好好抄击 有什么不懂的姐姐教你 老祖 我 我 我 哎哟 累死了 我这明明是路见不平 你把刀相助吗 结果呢 还被罚抄京 看来啊 这热心助人也是不行的 少贫嘴 美丽 老祖宗这么做 都是为你好 哥哥 幸好主子开口得快 才救了您一命啊 那我不是也为老祖宗好吗 托哈夫人说了 如果她被外派出京的话 就没人帮老祖宗 照顾盆栽了 我不也是希望有人能帮老祖宗 照顾盆栽吗 这才一心急脱口而出了 这也有错 哥哥 你这已经算是后宫干政了 重罚的话 是要杀头的 一句话也能杀头 这宫里头一个字都千连广大 更何况是一句话呢 你呀 就好好抄写吧 老祖宗让你抄论语 就是为了让你收敛心性 别让他老人家失望 好 老祖宗最喜欢花花草草 采下花草跟他道歉 他一定不会生气了 采什么好呢 就采他 好 我别再一不小心 又惹金贵妃生气了 我还是避一避他 这皇宫园林就是辟贱 除了这些花草以外 也鲜少人来 是 娘娘说得是 娘娘 微臣这区区薄礼 还望娘娘笑呢 公公 这花开得可真美呀 是 这花开得可真美呀 大人 大人 皇上这么重用你 你辛苦了 娘娘 为皇上尽忠 为国尽力 乃是人臣之责任 避论辛苦啊 说得好 本宫不懂国事 更不懂得 有什么事为难大人了 娘娘 微臣服役之躯 不若娘娘天仙之贵 娘娘深得皇上宠幸 微臣想请娘娘在皇上面前 替微臣美颜几句 微臣就感激不尽了 大人推迁了 娘娘 微臣想多为国家尽一份心意 若能身居高官 更能享全马之力 近日听说 这两江总督即将告老还乡 大人 和皇上 和皇上 和老祖宗几次言语 后宫不得干政 你这样来求我帮忙 不是摆明要害我吗 娘娘 微臣不敢 求娘娘息怒 微臣岂敢有害娘娘之心 只是想请娘娘提拔一二 提拔一二 朝廷派官之事 我不敢插手 管不了也不敢多言 不过和大人唠唠家常 倒是合乎情理 谢娘娘辞教 据我所知 皇上曾经手抄过一本龙藏经 遭敖于党高徒所盗 因为关系甚大 不敢张扬 只能暗中调查 如果大人 你能帮皇上追回龙藏经 别说求个两江总督 就算求皇上赐婚 让庆王爷迎娶肃赢 皇上都会答应 谢娘娘赐教 你 这是应汝特地从福建 带回来的大红袍 请老祖宗尝尝 应汝就是心眼比你多呀 气死我了 这美梨 连喝一杯茶的功夫 都不让人消停 让你抄经书 是要你修身养性 你还那么心浮气躁 是不是经书抄得不够多呀 才不是呢 老祖宗是别人惹我生气嘛 老祖宗 晋贵妃帮着扎木郎 说要让苏英嫁给金轩哥哥 你一定要帮我做主 哪儿听来的消息啊 为这种嚼舌根的话生气 值得吗 我亲耳听见晋贵妃跟扎木郎说的 还能有假 他们说了些什么 扎木郎让晋贵妃帮忙求官 晋贵妃先是不敢答应她 之后又叫她说 要她找什么 手抄本龙丧经 放肆 请皇上晋贵妃立刻到慈宁宫来 是啊 扎木郎大人送的珍珠果然是色泽圆润 果非繁品哪 娘娘说得是 娘娘 刚刚玉嬷嬷来传话 说老祖宗让您去一趟 有没有说什么事 奴才不知 臣妾见过皇上 老祖宗 皇上吉祥 老祖宗吉祥 皇上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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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GG 皇上吉祥 皇上吉祥 皇上�알 皇上 Noel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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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臣的贿赂 请皇上明察 老祖宗明察 臣妾岂敢忘了皇上 和老祖宗的言语 胆大妄为 参严朝政呢 臣妾是见过扎母郎 但是他只是恳求臣妾 促成苏元和亲王爷的婚事 胆大包天 当着朕和皇祖母的面 还不说实话 臣妾句句属实 不敢欺瞒皇上 不敢欺瞒老祖宗啊 人正在此 岂容你狡辩 你说 是不是看到扎母郎为了求官 行贿敬贵妃